好 我们刚快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因为昨天在台北市西门町 还有屏东县屏东市的部分路段 都有停电的状况 今天这个经济部长郭志辉就被问到说 这难道是缺电了吗 这个郭志辉是回答说 这缺电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么接下来他宣布 要把这个机载电力都全部的来公开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稍早说法 缺电的这个事情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没有缺电 所以为了 我也决定这样 就是为了让大家 能够了解 我把充分供电的 我们的机载的电力 跟我们每天在维修降下多少的基点 或有供应多少电 我到年底的部分 每个月 这个从现在下个月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我通通会公告给大家了解 亏损了 这个不能够怪员工 员工的考核 他们我大概 听到的报告 他们考核大概有五六十项 五六十项 其实是非常严谨 同仁都表现得很好 可惜就是我们材料 都太贵了 全球贵了 也不是只有我们给台湾贵 另外大家也很关心的是国营事业 包括台电 台糖 海水 还有中油 四个国营事业 今天年终奖金出入是四点四个月 大家就很好奇 这个中油跟台电去年都亏损两千多亿 怎么还能领这么高的年终奖金呢 今天经济部长郭志辉强调 说这个材料会亏损 是因为材料比较贵 那么这个也不关国务员的事情 而且这个国营事业的评估绩效 他们都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才会发放四点四个月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睡觉情况 先把镜头交换 棚内出播